大家也看到陳佩琪昨天那個狀態 很像是什麼 很像是專訪 但是你看麥克風早比我還少 我覺得這太奇怪了吧 如果一個政黨他強調希望媒體公開透明 或媒體公平公正的話 我想要請問一下 昨天陳佩琪的那一場專訪 公平公正嗎 為什麼只給三間媒體 三支麥克風來給大家呢 邱毅的說法就是說 陳佩琪這樣一直出來 這樣子跟大家說明 但也說不清楚 而且更反覆的結果 會不會對於這個司法辦案呢 柯文哲是不利的 那還是說這個內者 是想要讓柯文哲在裡面 蹲更久 我覺得這個也非常多人 有這樣子的質疑跟關心 關於這個USB隨身碟的時候 他用這個什麼 量子 量子力學 量子力學啊 來回應大家 我覺得很奇怪 第一個 money跟量子力學絕無關係 因為money是一個物質化的東西 他不是能量學 好不好 所以我認為 如果陳佩琪要讀的 他應該讀的是金子力學 money的力學 金子夠的 金子的力學 所以我認為他是不是完全搞錯方向 或者是他故意想要把這一題給跳掉 完全不想回答關於USB隨身碟的事 大家一直在猜想嘛 未來的黨主席 絕對就只有黃國昌一個 那也是錯了嘛 對不對 因為黃國昌啊 如果他是一個超 不是 黃珊珊如果他是超偶師的話 其實未來陳佩琪啊 去當 黨主席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因為他這個昨天啊 也表示了他的柔情 跟各位支持者說的道歉 為什麼 因為這個 當初房子啊 應該要登記是這個民眾黨購買的 會不會是比較理想 所以跟大家說一個sorry 所以我認為這個陳佩琪啊 如果把這4300萬的商辦啊 擁有的人 把它改成是 台灣民眾黨擁有人的話 我認為啊 陳佩琪絕對 如果沒有被關的話 他絕對也是黨主席的熱門人選嘛 那怎麼看就是吳怡軒他自錄影片 然後還原整個就是金華全容金案 增加的這個過程 然後結論的時候是要大家就是 關掉電視不要看新聞 就是也非常多人是這樣 當你失戀的時候啊 都建議大家不要去看愛情片 你看了會更難過 也不要聽情歌 聽了你會難過 所以呢 當這個關於那個 他叫什麼名字 吳怡軒 他建議大家關掉電視 只看YT啊 我認為他是很擔心 小草啊 看到這一些報導會難過 所以我認為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 其實黃國昌也是有這樣論述 建議各位啊 不要再看新聞報導 看YT就好 所以我也覺得很特別 但是現在偏偏新聞報導很多的YT 我想也這個小草 還是要注意 注意 對 關於這個金流的問題 我們現在在想啦 會不會是這個1600多萬啊 那陳佩琪自己列出來嘛 那我就請問這個戰術 是不是就跟這個競選總部一樣嘛 當初大家就看到競選總部有2000多萬的漏洞 結果他們拿這個 呃所謂 呃這個關於漏燈的部分啊 但是卻用這個有瑕疵的發票 然後說欸突然間抽屜找到1000多萬 這些是漏燈 但是其實這些發票呢 可能是這個 呃就跟漏燈無關的發票嘛 但他們卻想要用這一些發票來解釋 關於2000萬的事情 那這一種戰術呢 會不會就跟現在陳佩琪昨天所講的 這1600多萬是很相像的感覺 也就是說他們他就是湊了這個數字告訴大家 我確實有提過這些錢加起來 但是我就請問嘛 你當初存款的現金是從這些錢來的嗎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號 那另外還有一件事情是 我們都很清楚嘛 他是短期的 而且是這個頻率非常繁布的 並不是所謂陳佩琪把總時長 把它拉長成好幾年 然後呢加起來去除 所以他說 欸那你看我這個一個月去存一兩次 有問題嗎 一個月存一兩次大概沒有問題啦 但是大家要知道 他曾經是非常密集的 在所謂一個月就去存 就是十幾次的這種行為嘛 那或者是就更密集的 有40次 頻繁的存款 那我相信檢調一定都有資料 因為TM太好查了 那他會不會只是想要用這個戰術 來說服小草說 沒有 我一年啊 其實只有存幾次 是大家誤會我了 那我覺得那只是他想要說服小草 但沒有辦法說服我們正常人 甚至是檢調的 那另外我要講啦 就是說 大家也看到陳佩琪昨天那個狀態 很像是什麼 很像是專訪 但是你看麥克風早比我還少 我覺得是太奇怪了吧 如果一個政黨他強調希望媒體公開透明 或媒體公平公正的話 我想要請問一下 昨天陳佩琪的那一場專訪 公平公正嗎 為什麼只給三間媒體 三支麥克風 來給大家呢 對不對 但我認為那三間確實是比較厲害啦 對 怎麼看現在就是外界有認為說 昨天找他出來開照的記者 會反而讓破綻越來越多 有人認為說民眾黨 送他出來開記者會的人 其實才是內骨 其實大家都知道柯文哲啊 他的這個高級顧問 他在競選大選總統的時候啊 非常重要的顧問之一 核心 就叫邱毅 那邱毅啊 他就直批啊 說 如果一直叫陳佩琪出來說話的那個人啊 是不是其實是內賊 我認為就是 邱毅的說法就是說 陳佩琪這樣一直出來 這樣子跟大家說明 但也說不清楚 而且更反覆的結果 會不會對於這個司法辦案呢 柯文哲是不利的 那還是說 這個內賊是想要讓柯文哲在裡面 噌更久 我覺得這個也非常多人啊 有這樣子的質疑跟關心 那另外呢 我們也看出來啊 就是說 陳佩琪在他的所有的 1600多萬的金流裡面 他告訴大家有五大面相嘛 這五大面相其實 跟他當初說的 或跟他檢調說的好像也都不一樣 那我也不知道他想要一次跟大家講 這五大面相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另外啊 我覺得更神奇的是在這個解釋啊 關於這個USB隨身碟的時候 他用這個什麼 量子 量子力學 量子力學啊 來回應大家 我覺得很奇怪啊 第一個啊 money跟量子力學絕無關係 因為money是一個物質化的東西 他不是能量學 好不好 所以呢我認為 如果陳佩琪要讀的 他應該讀的是金子力學 money的力學 金子夠的 金子的力學 所以呢我認為他是不是完全搞錯方向 或者是他故意想要把這一題給跳掉 完全不想回答關於USB隨身碟的事 那會不會其實隨身碟這件事情 對他家是最敏感的一件事情 那關於黃山 就是那個 他的選舉補助款扣一扣 他說還有230萬 那現在他們就說沒有 這不可能 柯玉安啊 現在啊 絕對是一大 最大的柯黑 不只最大的柯黑 他還是柯文哲2018 競選的時候的 最大的幕僚 第一個 去這個幫忙競選的 那他最清楚柯文哲那時候貸款 就是2000萬 他也很清楚截餘款啊 那時候是說-60萬嘛 對不對 奇怪 那為什麼佩琪啊 突然間說截餘款有這個230萬 的這樣金額 我覺得兩件事 第一個 是不是陳佩琪說謊 第二個 是不是柯玉安太笨 什麼叫柯玉安太笨 你看一下嘛 這一次柯文哲在競選的時候 木可公關 是一間私人公司 最後也會給柯文哲450萬啊 所以 我認為柯玉安腦子應該要轉一下 會不會在2018的時候 也有人在選完之後 莫名其妙了 匯了200多萬給柯文哲罵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 這兩個人啊 要嘛陳佩琪說謊 要嘛就是柯玉安是笨蛋 大概就這樣解答 對 我看就是黃珊珊的這個部分 因為昨天陳佩琪對於黃珊珊在這整體事件的角色 多次去接送他 然後下指導器好像有點避重重心 我認為黃珊珊 因為他已經被停權了 所以他完全無法去管我們政黨的事情 但是他有一個最重要的牌叫夫人牌 那我也認為啊 大家一直在猜想嘛 未來的黨主席絕對就只有黃國昌一個 那也是錯了嘛 對不對 因為黃國昌啊 如果他是一個超 不是 黃珊珊如果他是超偶師的話 其實未來陳佩琪啊 去當黨主席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因為他這個昨天啊 也表示了他的柔情 跟各位支持者說的道歉 為什麼 因為這個當初房子啊 應該要登記是這個民眾黨購買的 會不會是比較理想 所以跟大家說一個sorry 所以我認為這個陳佩琪啊 如果把這4300萬的商辦啊 擁有的人 把它改成是台灣民眾黨擁有人的話 我認為啊 陳佩琪絕對 如果沒有被關的話 他絕對也是黨主席的熱門人選嘛 所以這個所謂這個什麼 柯文哲的那些什麼 人家說那叫什麼派 媽媽派 媽媽派 什麼夫人派 我覺得也是有機會勝利的 不一定只有一個黃國昌 昨天陳佩琪針對說 一年去10次ATM這件事情 他說檢調把其中兩次拿來跟金華城連結在一起 他說那剩下的8次要兜什麼東西 會覺得說他這樣子的辯解好像有一點牽強 其實我覺得陳佩琪 他我覺得他現在的這個精神狀態一定是不是太好 畢竟他也是會有一些疾病在身 所以我為了體諒他 我就覺得就是說他要搞清楚了 檢調說的兩次是兩階段 不是兩次是兩階段 這兩階段有特殊性 而這特殊性是你密集的去存款 那加起來是60次 我們只針對兩階段密集性的60次來討論 並不是你用全年度加起來去除12個月等於一個月一兩次 我認為就是說這樣子這個分母的基底不太一樣 但這樣的說詞我還是說啦 絕對是有高人指點想要去轉移 讓大家覺得說沒有我去ATM很正常 所以你們這些人講我PG車手是錯的 對不對是錯的 我不是PG車手 我覺得他想要解釋 因為我一個月只去兩次 怎麼叫我車手呢 對不對 我認為他的辯解是這樣 昨天陳佩琪秀出那個金流 也被大家發現說其實蠻多他都是使用網銀來匯款 那過去他曾經說他習慣都用ATM小額理財 這樣子的說法好像跟他先前的也太一樣 就是柯家人初一十五說話都不一樣 我們會看到他的這個存款步步裡面 其實很多也都是屬於數位金流的部分 尤其柯文哲也開了一個新的第一銀行的數位戶頭 所以我認為他們家也是非常數位的一個家庭 但是為什麼會想要用ATM 不斷的去存款 我認為是他個人存款的一個興趣 癖好或者是他的理財特殊 因為會發出那個 的聲音會聽起來非常的興奮 那這是我無法體會的 但我尊重他 尤其是我必須講 關於房子4300萬旅約保證 他確實有拿出來旅約保證的證明 那也秀出來給部分記者看到 他的戶頭存摺的資料 也壓了大量的馬賽克在上面 同時我們也發現問題是什麼 問題就是你為什麼不能大大方方的 就印整份資料給大家就好 然後你還要 我覺得就是會讓人家起很多的疑鬥 我覺得非常的奇怪 另外我要強調的就是說 就是買方是陳佩琪 他買了然後再轉給柯文哲 我覺得這在法律上沒有問題 那怎麼看我都覺得有點怪怪的 那怎麼看就是吳怡軒他自錄影片 然後還原整個精華全容金案增加的過程 然後結論的時候是要大家 就是關掉電視不要看新聞 那你這樣的結論引發討論 怎麼看他最近真正的情況 是這樣子啦 就是也非常多人是這樣 當你失戀的時候都建議大家不要去看愛情片 你看了會更難過 也不要聽情歌 聽了你會難過 所以呢 當這個關於那個他叫什麼名字 吳怡軒 他建議大家關掉電視 只看YT啊 我認為他是很擔心 小草啊看到這一些報導會難過 所以我認為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其實黃國昌也是有這樣論述 建議各位啊 不要再看新聞報導 看YT就好 所以我也覺得很特別 但是現在偏偏新聞報導很多的YT 我想也這個小草還是要注意 注意 對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